当地时间4月5号晚上9点,印度各大城市呈现万家灯火的壮观景象,人们纷纷关掉电灯,在阳台、街头点起油灯、蜡烛等照明设施,为疫情期间不幸逝去的生命而祷告。 然而,印度新冠肺炎的确诊数字仍在飞速增长。 截至北京时间12号19点50分,印度境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8504例,其中死亡289例。 印度的疫情引发全球担忧,被形容为坐在了即将喷发的火山口,印度政府自3月25号起,在全国范围内设施封城措施,而这一措施可能延长两周至4月底。 以及重症治疗的呼吸机,缺口还是比较大的。 印度政府上个月已经要求多个汽车生产商临时改变生产线,用于制造呼吸机,预计每月以后可以每月生产1万台。 此外,医护人员缺口现在也比较大,而且防护措施也比较简陋。 这里的电视画面显示,有些医护人员没有防护服,只能穿雨衣进行操作。 目前印度的民众和舆论比较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印度到底有没有发生社区传播,印度官方目前坚称印度还没有出现社区传播。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确保百分之百的追踪到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第三个担心是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短期,如病床和医护人员。 民众和舆论担心如果未来确诊病例激增,政府是不是能够有效应对。 最后,不少专家也担心印度经济在长时间的全国封锁下的承压能力究竟怎么样, 以及在后疫情时代如何提振经济。 特别是高盛、穆迪、惠玉还有世界银行,最近几天都纷纷大幅下调了印度经济增长的预期。 印度央行的前行长达斯也认为长期封锁可能对印度经济造成难以估计的伤害。 此次延长令与之前的全国封锁有些不同,主要体现在经济上。 因为有政府官员说,延长禁令期间可能会允许没有感染病例或者确诊病例相对比较少的地区逐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而且一些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方,比如说收获、播种这些生产活动也将被列为允许的范围。 在全国封锁期间,与记者交流比较多的一些民众,包括一些专家和记者,对莫迪宣布全国封锁这个禁令表示理解。 但他们也承认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目前,封城后关停工厂和商店的举措已导致在城市打工的1.39亿印度农民瞬间失业。 数千万民众或滞留在德里、孟买等大城市的汽车站,或者不得不徒步返乡。 尽管政府已经开始调集客车协助民众返乡,并要求各地为返乡农民建立隔离营地,但大规模聚集和大范围的人口流动已然形成。 更令人忧心的是,位于印度孟买的亚洲最大贫民窟,塔拉维已出现确诊病例,其中包括死亡病例。 在这儿仅有两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居住者约100万人人口。 据悉,印度对医疗卫生的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由于医疗资源短缺,政府只能借助低成本的方式对抗疫情。 一旦疫情在这里爆发,后果不堪设想。